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OK 上一期视频的话 我们演示了如何在接码平台 接码来注册telegram 这一期节目我们来 演示一下 注册完telegram以后的话 有几个步骤要去做的 如何焊化 如何进行一个隐私的设置 包括手机号码通话群聊什么东西的 再有就是如何解除那个有些小伙伴用 国内手机号码加86的手机号码注册 如何这个进行私聊的一个限制 这个解除 再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些群 没有显示的 然后怎么加群的啊 这一些设置 OK现在那个研究码来了 92336 我们把收进电了收进手机里面去 OK 那到这个界面基本上就成功了啊 大家我们输入个人信息 那我们输入一下见识 然后再输入一下名字 OK下一步 好了成功了 成功了到这一步就成功了 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什么访问同学 什么的啊 我们但是不允许 稍后 这个地方是一个语言 choice your language 选择一个语言 OK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吧 0个礼器确认 OK到这一步的话 大家很熟悉的见面啊 welcome to telegram 表示说已经注册成功了 这是上期视频的一个 简单回顾啊 怎么注册的一个简单回顾 那我们接下来讲今天的重点内容 OK注册成功 以后呢 我们来给他做一个焊化 然后第二个隐私设置一下 然后解除那个加86私聊限制 那然后全聊无限式等等 我们来操作一下 我们在这里搜啊 OK我们搜一下 at 然后telegram 导航 OK这边出来三个 我们点进去以后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电报点击 这里焊化啊 这里有一个链接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链接 这里一个提示框 我们点右下角这个Change 就是更换我们的语言 就点这个按钮点一下 OK点一下以后的话 早等片刻 我们退回来看一下 我们点左上角三条杠 OK 大家看到这已经是中文菜单了啊 已经是中文菜单了 表示说焊化成功了 那么第二步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进行 那第二步来讲 我们要进行一下隐私设置啊 那我们每个小伙伴翻墙出去的话呢 都都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对不对 那很多东西我们要设置一下 不然的话 别人很容易这个 看到我们的信息 或者说打扰到我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telegram这个聊天沟通软件里面呢 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 我们尽量不要 我们尽量避免它 首先这里呢 我们把用户名改一下啊 用户名改一下 这个用户名呢就是以后 在telegram里面呢 我们 这个 发消息 或者别人找我们 都是通过这个来的啊 我们改一下 OK这个可以用啊 JKU648可以用 OK这个改好了 嗯 个人简介来讲的话 我们可改可不改啊 没关系的 OK第二步来讲 我们到 设置这里 我们点隐私 隐私进来以后 然后首先我们点一下这个手机号码 这里 OK 谁可以看到我的手机号码 这个地方 那我们点这个没有人 啊 我们不允许别人看到我们的手机号码 下面 谁可以通过手机号码找到我 我们点联系人 只有联系人可以找到我 OK 接下来我们点通话 通话这里 谁可以与我语音和视频通话 这边也是一样啊 点联系人 只有联系人才可以跟我语音 或者视频通话 其他人不允许 OK打勾 我们再到这个群组频道这里 也要试试一下 这里谁可以拉您进群组和频道 OK 这边我们也选联系人 只有联系人才可以拿我们进群 OK打勾 OK 倒回来这个数据这里 那 我们把这个蜂窝网络这里 自动下载媒体 蜂窝网络这里给它关掉 OK 下一步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些小伙伴是用 国内的手机号码 加86 注册的 那么加86来讲 后来 它有很多私聊的限制 它你不设置的话 你不可以跟别人其他国家的这个小伙伴聊天 这个私聊它是有限制的 那我们现在想办法给它解除一下 OK OK 我们在这边搜一下这个电报机器人 at s-p-a-m-b-o-t OK OK 第一个就是了 我们点进去 把这边的话我们点开始 OK 它会出来一些信息啊 那我们看下面有两个选项 我们选下面这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 OK 点一下以后呢 它又出了一些信息啊 下面又有两个选项 对不对 OK 我们选第一个 OK 然后我们在这边输入一个英文单词 A-C-C-R-A-D-E-N-T 那我们点发送 OK 发送以后呢 它会出现这样一个 消息啊 这样一个消息 那我们 等一下 估计 可能是等24个小时啊 要等24个小时 它才会写出这个私聊的限制 那到时候的话 小伙伴就可以跟其他国家的小伙伴去 自由的聊天啊 私聊是没问题的了 OK 我们电报群建好以后的话呢 然后怎么样去搜寻进群呢 那我们就在搜索这边搜索一下 at TG 然后 TG导航 中文搜索 OK 加入 加入这个群聊 里面很多消息啊 反正 给大家提个醒 所以 所以我玩这个 Telegram的呢 就要注意啊 里面有很多消息是 可能是不好的 负面的 那么大家一定要插亮自己的眼睛 试一下 收一个视频看看 会很快 那那里回复的非常快 这个地方就是来回复我的 一个 那 首先是一个什么广告 下面是很多那个视频的一些信息啊 视频链接什么东西的 说这个用起来很方便啊 这个大家 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操作就可以了 OK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